销酒的 销酒的 是吧 对 我有一个朋友是那个酒吧里的王牌销售啊 是吗 非常专业 比如说您进来之后我就会问您说 先生 您喜欢喝醒过的还是喝没醒的呢 我喜欢不醒的那种 那个您喜欢喝新世界的酒还是旧世界的酒呢 怎么新世界是 听得懂吗 你看 这样看一下它的底就知道它加根不懂酒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肯定要卖最贵的酒给他 对吧 当然不能这样做了 因为人家是刚来又不太懂酒 上来就是一些最贵的酒 显得我们非常的不真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说 哥 咱不要喝这个最贵的 这个性价比不高 好熟的话 您是自己过来玩的 又是带着几个朋友 不是商务宴请 完全没有必要用最贵的酒 好 好吧 我觉得这一款 它性价比很高 真的都是这么熟 然后那口感也不错 您就试试它好不好呀 好 真的好熟悉的话术 这个话术真的每一次都能提得见 在每一次酒吧里都会这样 然后你们有没见过 就是如果你在开了一间包房 然后里面的经理会专门过来陪你喝酒 会会会 这进来之后 你好 您来了 您来了 哎 咱一起玩和骰子呗 玩玩骰子 来玩骰子 来玩骰子 玩骰子 玩骰子 哎呀 不用输了 真不好意思 喝我的酒是吧 吐出来 吐 吐出来 不不 没事 没事 你喝那边水龙头打开 接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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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一会儿一共三瓶酒 他一会儿我输了 就给喝两瓶了 对 经理来了 买单 经理去喝嗨了 但是我为什么会跟这个销售成为朋友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原则的人 第一 他从来不卖酒给失恋的人 为什么呢 借酒消愁愁更愁 他认为人在情绪很低的时候 喝酒其实会让情绪更低 我觉得这是人品不错 对不对 第二呢 他凡是那种 就是带着过来泡妹子的那种 有很明显想追求向的那种 他不会给女生点太醉的酒 因为他希望女生在清醒的时候选择 而不是喝多的时候进行选择 哇 人品不错 对 对 我觉得能力最强的就是 街边拉着你就开始推销 你还觉得如果你不去他 特别对不起他 真的假的 我05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北京 我那个时候真的只是小有名气 然后我就跟那个朋友去逛西单 逛着逛着就来了一位大姐特别可爱 当时那个大姐就看着我们 然后她那个表情就是 两个帅哥 真说得出口 但她就特别热情 你们是什么工作的呀 我就当时就说了嘛 我们就拍视频参加点北京的活动 明星 两个小明星 大姐是开那种美容院的 我们店里有很多明星都在那做脸 来 跟大姐走 我们就当时说不好推脱嘛 就跟着她走 越走走出西单了都已经 姐姐的店就在前面 就在西单边上 我说姐有点好远啊 不去了就算了 两个小明星 明星 来 跟姐姐走 这个上电梯三十几楼就到了 我说你店怎么在那儿 我们就不去了吧 嗯 两个小明星 两个小明星 然后我们就真的到那店里了 然后当时用一个机器 蘸点水就在你脸上这样推 那是油啊 推推推 一推拿起来 一看那个推的上面 黑的不 那我知道 巨黑无比 对对对对 这我知道 弟弟你看 你这皮肤毒素都已经这么多了 哎呦 这脸你做不了明星了 我说怎么办 我脸这么黑这么多毒 叹叹叹叹 姐姐马上拿出来一个瓶子 我买了以后 对我皮肤什么特别好 你买了吗 我如果不买 明星 小明星 我就买了 我硬着头皮买了 所以我发现 应该是我不适合那样的美容店 但是那个大姐抓住我这个 小明星 小明星 这个销售心理 这是他们一个销售的技巧 就感觉亲和力特别强 我觉得这个战斗力是很强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很厉害的服务人员 一定是极其会察言观色 对 你看他一看我就知道我听叫小明星 其实呢 对于很多的服务员人来说呢 如果你产品质量够好 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小心思 去说服你的客户 就像我们的第二代 截图X70 强者座下 好品质 更出色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好 好 好 牛牛有没有 我有啊 但我在想我其实接触到还相对比较梦幻一点 哇哦 故事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没有必要吧 听我讲完吧 然后我当天打扮的稍有一些姿色 稍有 对 然后呢走在三女腿的街上 哎呦 走着走着鞋带开了 我就低下头开始系鞋带 然后这个鞋带系完了就在我抬头的一瞬间 阳光刚好 她穿了一身白衬衫 吃着雪糕 就这样很高 然后这样低头 奶油滴在你的身上 滴在他一脸 对 用那种很低沉很有雌性的声音问我说 可以请你吃个雪糕吗 好 我当站起来我就被鼓到了 我说可以 嗯 然后我们就走 跟着他穿过了太古里 穿过了马路 你就为了吃一根雪糕啊 不是 小明星 走了三里地 然后就是要到吃雪糕的地方了嘛 我们就上楼 发现是一家美发店 他当时直接进来很绅士的 他说你在这稍坐一下 然后真的给我拿来了他的同款雪糕 哈根蒙斯放到我面前 哈根蒙斯 我们两个坐在这里 然后开始吃 他就说你走了这么久 刘海有点出油 要不要洗个头 清爽一下 刘海有点出油 对 他说我可以帮你洗头吗 哈 我说可以 哇 洗头小哥 对 然后就很自然很自然 就开始洗头了 哎呦 自然吗 很自然 但是我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 内心还是感觉还挺甜的 很有画面感 对 因为这个 启发这个Tony老师 他其实利用自己这种 比较完美的外形 利用很好的这个光 还有很好吃的冰淇淋 就会很符合一些 就是小女孩的心嘛 所以说还蛮可爱的 给你赢到了一种 梦幻的那种 对 对 童话里的世界 是的 大家刚刚一直在在分享 自己碰到的服务人员 但是我是服务人员本身曾经 哦 对 我是那种微商代理 哦 你就是微商 哦 对 当时是这样的 我刚上大学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 我就会去想方设法地 想办法赚钱 然后我又一次刷朋友圈 朋友圈里面发那个招商 加盟 当时很流行两种口味的瓜子 哦 然后我就想 我要不试一下吧 然后就会有人过来问 说 哎 你这瓜子挺好吃的 在哪里买的 我说 哦 我是在一个 已经毕了月的学长那边买的 那个毕业的学长叫什么 叫巧虎 这个名字 有点虎 哎 哈哈 那么这个巧虎到底是谁呢 哎 没错 就是我自己 哈哈哈哈 另外一个号是吧 对 后来直理是包不住火的 你总有一天要被人发现的 怎么发现你的呢 我的摄友跟我两个人 在宿舍里面 我就把我那个做微商的那个手机啊 放在那个桌上 我就忘记把那个微信换掉了 啊 我就去洗澡 我洗着洗着洗着隐隐约 我感觉我手机不停地响 生意来了嘛 我摄友想吃瓜子 就不停地在上铺发 嘚嘚嘚嘚 发过去 他发现 他一发消息 我那个桌上就 嘚嘚嘚嘚 一发消息 嘚嘚嘚嘚 哎 哎 他感觉不对劲 不回个消息 嘚嘚嘚嘚嘚嘚 然后你就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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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harvesting 我打打打 neuen 你电话 我很尴尬 你就当场切 喂 我是乔虎 这个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于是我这个摄友 变成了我的第一个代理 可以 可以